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嗨,為什麼啊? 不可能,不可能 嚇傻了,好 歡迎大家入座 為什麼多人 無法理解 這蠻難的喔 為什麼多人 好,大家請 好,請坐 時間不太多 我就先開始囉 今天我想要分享的主題是 Data Type Generate Programming 中文標題叫超級繁型 因為Generate Programming大家可能聽過 Data Type Generate Programming可以說是一個Generate Programming的字集 所以 歡迎大家 怎麼講 我不會真的把原理全部講完 因為我自己也沒有搞很懂 但我會講這個Library大概怎麼用 就算不會用Library 也可以大概知道 在Functional Programming裡面寫 做Generate Programming的感覺是什麼 好 先大概簡介一下 我現在是中文院資訊所的研究助理 我叫子齊 沒有寫我名字 不知道為什麼 我只有一期畢業了 然後因為 會做Functional Programming 因為我雖然喜歡寫程式 但我想不到寫什麼 你就先研究怎麼寫程式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我今天 希望講完之後 大家可以收獲的事情是 我會講很多 技術細節 但大家不見得要搞懂它 我也不期望 聽完就可以搞懂它 但是我覺得 重點是 聽完之後 希望大家大概知道 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 這個 一些很有名的 Function 或者是一些概念 到底是什麼 然後以及 這個 它 有沒有辦法 被Generate 就是所謂寫程式 其實就是做 Ubstraction 那能夠Generate的程式 才是好程式 所以 我先 大家先來五分鐘 學會Hasko一下 相信應該很多人已經會了 我們就快速的 快速的 大概帶一下 首先 這是Hasko Data Type 定義方法 定義的Data 叫Tree Tree是Data的名字 後面A是什麼呢 是一個Type variable Type variable 可以表示成任何Type 的Variable 所以你定義了一個Tree A 那你真的在用的時候 你就可以定義一個Tree of int 可以定義一個Tree of ball 那 右邊是Constructor 所以你用一個Lift 這個Constructor 呢 所以這邊定義了兩個Constructor 第一個Lift Constructor 可以用來Construct任何的Tree 所以 Tree int 的 Lift Constructor 跟Tree of int Tree of ball 的Lift Constructor 長得一樣 那Node 是什麼呢 Node 這個Constructor 拿了一個A 跟兩個Tree A 所以說 你在Node 的時候 Node 你可以看成一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 會拿三個東西 第一個Type 在這裡寫A 但你實際上 在構造Tree of int 的時候 那邊就要給Int 那後面 兩個東西 在你構造Tree of int 的時候 就要給Tree of int 所以這是一個Recursive的定義 那如果你在定義Tree of ball 那邊當然就要給Tree of ball 那邊當然就要給Tree of ball 所以這個是一個Generalized Datatype的定義 再來 Function 我在Tree上定義一個Function 我要怎麼 對這個Function做事情 那這不是Pattern Matching 這應該學過Hasco的人 大概都會知道 這很簡單嗎 我知道一個Tree 我知道一個Datatype 只有幾種猜法 一個Datatype有幾個Console 它就只有幾種猜法 在寫Function的時候 我就對每一個猜法 都寫一個 這個猜法 拿出來的東西 如何構造出我要的Type 這樣子的一個 可以說實譜的東西 所以這是Pattern Matching 那 我現在定義一個Function 叫Height 就是算這個數的高度 那這個數的高度 你可以看到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我完全沒有看這個數 它現在是什麼Type 所以我不知道它是Int的數 還是Ball的數 還是另一個數的數 還是List 還是Tree of list 都可以 那個A可以放任何東西 但是總之這個Hide 是一個 在這邊你就可以說 它是一個Generic Function 那 它可以作用在 之所以叫Generic Function 就是它可以作用在很多Type上 那什麼是GADT呢 那什麼是GADT呢 GADT Generalized Algebraic Data Type 剛剛一般的表示法 上面這個叫ADT 那下面這個叫GADT 這兩個現在是等價的 然後用GADT 就是簡單來講 把Constructor用Function的表示 寫Type的方法寫下來 所以這邊寫法比較 第一個它寫法比較明確 我知道Constructor 就很像是Function 然後它最後像Liv 最後會構造出一個Type是Tree A的東西 Node是拿兩個 少寫一個東西 少寫一個Tree 是拿三個東西 A toTree A toTree A toTree A 所以Node是一個最後回傳Tree A的Function 好 那 這是GADT 可以寫什麼樣的東西呢 假設我今天先想像一下 我這個Datatype 剛剛這個ADT 每個Constructor最後回傳的Datatype 是沒有被寫出來的 它一定是Generalized的Datatype 所以Liv回傳的東西是Tree of A Node回傳的東西也是Tree of A 但沒有辦法不同Constructor回傳不同東西 可是在GADT裡面可以 SafeList是一個 如果是Nil 那它的最後 這個List的第二個Type 就一定是Empty 如果是Const 那這個List的最後Type 就是拿Empty 那為什麼這樣寫 就是有點 其實有一個 DependentType的味道 總之意思就是說 我看到一個SafeList 它的第二個Type是什麼 我就知道 它是不是空的 OK 好 那這邊只是很簡單的介紹 然後這是TypeClass TypeClass是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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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有一個Type 叫做A 我可以去定義 它有沒有一個Function 叫做Show OK 假設它有一個Function 叫做Show 那我可以就是說 它是一個 叫做Show的Class的Instance 所以 這個Show 是一個普通的Function 我今天 它是一個 A toString的Function 假設我要說 Ball是一個Show的Instance 我就說 我就定義一個Show 然後它會把 Ball都轉成String OK 所以 EQ也是類似的做法 EQ是說 如果你有一個Type 然後 它有一個等於的比較方法 然後會最後回傳播 那 它就是一個 EQ的Instance 這是TypeClass 然後這個是KindPolymorphism 我已經寫錯了 我這邊只是想要講 這邊這個不重要 我不會講到KindPolymorphism 但我只是想要表達說 這個其實 Hesco裡面的東西 每個東西都是有Type的 所以像我剛剛寫的一個SafeList 我其實可以把這個Type的Type寫出來 什麼Type的Type 在Hesco裡面叫做Kind 就是SafeList 我剛剛看到 一個SafeList 是SafeList SafeList SafeList A B 它拿兩個東西 所以我可以把SafeList 看成一個Type constructor 你拿了兩個 一個是A 一個是B SafeList SafeList A B 是一個Type 當然SafeList SafeList A也是一個Type 可是 它們的Kind長得不一樣 所以SafeList 它的Kind是 我可以叫它Type-Type-Type-Type 它拿兩個Type 變成一個Type 所以它可以視為Type constructor 也會有人把它叫做Type function 好 那接著我們就進入一個介紹 什麼是Genery程式 Genery Programming聽起來很高大 但其實大家只要會顯示 就天天都在寫Genery程式 Genery程式其實是 最簡單的講法就是 我有一大堆程式 它們都長很像 我想要用一個程式表達它們 所以我只要寫一個程式 就可以處理很多很多程式 這樣就是Genery程式 那 既然是這樣子 那代表它大部分也會做一件事 就是它會抽象化 我看到一大堆程式之後 我把它們相似的地方抽象化掉 那接著 所以我只要把其中某個 我只要把這個Genery程式給實體化 就會拿到一個真的程式 那大部分會透過參數化 接下來會快速的帶過一些簡單的Genery程式範例 所以這是最簡單的 printf也是一個這個 你如果今天手寫c 你可以寫一堆printf 可是我們都知道 寫成是 這個就是要用fold loop 所以 你用了fold loop之後呢 你少就少寫很多東西 那這裡你可以說 它是一個Generacy by value 就是我把值給抽象化掉 我只要寫一個數字 我就知道我要印幾行 我不需要手動一個一個在那邊印 那再來就是假設 我剛剛haskell 其實我剛剛已經爆雷 我剛剛訂了一個tree of a 但假設沒有這個功能 我一般在訂data type的時候 我可以說 我要訂一個叫做list int 的data type 然後它訂就是 用兩個construct來構造 一個是nil 一個是這個夾 一個是中介 這個是infix constructor 就是說 你在寫人事的時候 它是像 運算 一樣是中 中文是什麼 中 中至 中至 中至運算子 對 那 所以我可以說這個 data type 它只能拿int 你用int 跟list of int 它就比較off 叫list int 這樣的type 勾造出來的東西 叫list int 那chart可以這樣寫 所以我們當然可以每個type 都寫個這樣子的list 但實際上我們不會想要這樣 這個東西就是generality by type 我把它寫成list of a 所以我用一個type 代表很多type OK 然後把int跟chart抽象化掉了 好 我這邊就只是講說 只要是符合這個形式 我們就會叫它generate programming 那generate programming有很多種 這個是我從那個 一個叫做 data type generate programming的 一個小文章裡面 它的分類 是一個程序員的學者 Jeremy Gibbons 寫的 所以有generality by type 那java的generics 就是generality by type 剛剛的很像吧 跟hasco的那個 我用一個type 代表很多type很像 那 generality by structure 就是c++ standard stl 裡面有一個 generality的方法 我本來想要講一下 不過應該沒有時間 我就不講了 那今天 要講的東西就是generality by shape 就是什麼是data type generate programming 這個generate programming data type generate programming 想要處理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 我們都知道 大家 對function programming 有興趣的 或者很會寫 function programming的人 你們都知道 你的程式呢 就會喜歡用map 用filter 用fold 用...還有什麼 reduce 好 那reduce其實是一種fold 但... 這可以... 我今天應該不會講 然後... 我最後想要講 然後... 呃... 我想要講的問題是說 到底在寫map之後 陳設計在想什麼 就是map 或是說fold好了 fold只能用在list上嗎 可能不只 那我... 呃... 但是... 但是在很多語言裡面 他可能只會定一個fold 那他的唯一的作用 就是作用在list上 那我這邊會講說 在Tesco裡面 其實我們... 常常會看著datatype 然後把這些function寫出來 好 現在像是... map好了 我今天有兩個datatype 一個叫list 一個叫tree list of a 有兩個constructor neo跟... 呃... 冒號加 然後... tree 有一兩個constructor 一個是... 一個是node 可是他們都有map 對吧 這個map list是什麼 呃... map list type 是我拿一個function a to b 那我可以把list of a 變成list of b 然後... map tree呢 也是哪一個a to b 我把tree a變成tree b 而裡面... 也很像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像在哪 呃... 就是...呃... 最下面的結點都是... 就是每個結點都有顏色嘛 那只要如果它是lip結... 黑色 呃... 如果它是... 呃... 呃... 如果它是red的話 一個red的結點 它的指數 只能是黑的 所以... 我就有三個constructor 第一個是lip b 它會回傳一個...呃... 呃... 節點是黑色的紅黑數 一個是node r node r 拿兩個...黑色的結點 得到一個紅色的結點 一個是node b node b 那node b是...呃... 呃... 可以拿任何的... 顏色的兩個... 這兩個結點 兩個紫結點 接著得到一個黑色的結點 所以這樣就可以做到一個紅黑數 那它也有一個map 我其實... 講那麼複雜 我只是想要說它有map而已 然後... tree... 的map可以用在rb 很明顯不行 我們還是要重新手寫一個 就是這樣子 呃... 沒有很難寫 可是你如果data type這麼多 你每個data type都定一個 那不是很煩嗎 為什麼沒有人...這個... 呃... 讓我只要打一行字 就可以得到map呢? 欸... 答案當然是有的 就是如果你在這邊寫一個 deriving... 呃... functor 呃... 那它大部分就會生一個map給你 但...呃... 呃... 我這邊用map當例子 是因為...呃... deriving其實有很多限制 就是... 我這邊... 我到最後會講它 跟我們現在這個data type generated programming的方法 好... 首先我們會發現... tree跟list很像嘛 都有一個type variable OK... 然後第一個 constructor 都是...呃... 什麼都不拿的 它 constructor 你只要寫下去 它就是...呃... 寫neal 它就是list of a 寫lift 它就是tree of a 那第二個 constructor呢 會拿...呃... 會拿兩種東西 它會拿兩種東西的組合 要嘛是... 任意的type OK... 就是一個a 或是...呃... 它可以...呃... 應該是三種東西的組合 一種是它現在被定義的type variable OK... 然後再來是任意的type 因為你可以在data of list裡面寫說 我要拿這個... 這個 constructor一定要拿bo 或是一定要拿... 有什麼... 呃... int... 一定要拿奇奇怪怪的type 就是寫死的type 那再來是...呃... 你可以拿自己 這是一個recursive definition OK... 那...呃... 所以我們就發現它其實形式很像 就是... 這個空空外掉了 map list跟map tree的這個... map的形式其實都是a to b to ta to tb 然後t可能一個可以換成tree 一個換成list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 然後我們在發現他們的... 這個functional clause 我們剛剛是data type長很像喔 現在是...呃... 他們的map也長很像 map的type長很像 剛剛你講了 那map的definition其實也長很像 一個close對一個constructor 這當然的 然後每個close的結果 呃... 每個close的結果跟... 我用來deconstruct這個data type的那個constructor 是一樣的 所以今天我拿到... 用live constructor的tree 我回傳的東西一定是live constructor 如果是node 那回傳也就是node constructor 那這個construct的時候做事也一樣 我只要把... 每當我遇到a 我就tau f 然後每當我遇到... 呃... 呃... recursive的tree 就是像這邊node的 這邊是t1,t2 我就tau map tree自己 所以是... 在list的話 那就是... 呃... 在list那邊我就要tau map list f 在這邊tau map tree f 所以... map做的是... 其實這兩邊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們可不可以把... 這件事寫下來呢? 這時候就有些人說... 欸... 那不就是funter嗎? 這個... 講這麼多... hasco找到音幫你解決了 但其實沒有 因為實際上... 你在寫funter的時候 每個data type 你還是要重新定一個fmap 對吧? 那... 那這樣其實就是跟重寫沒有兩樣啊 你就是... 每次都要寫一個啊 所以... 這邊一個重點是說... typecast做的事情是... ad hoc polymorphism ad hoc polymorphism ad hoc polymorphism 意思是說... 你... 這個... 它是polymorphism 但是... 它是ad hoc的 我只看一個東西是funter 我不知道它的fmap 是怎麼被定義的 你可以對每個data type 都定義長完全不一樣的funter 雖然... 呃... 我們在寫hasco的時候 會希望大家遵守 一個叫funter loss的東西 但你就算完全不遵守 它還是可以compile 這程式還是可以寫下來 那其實也... 的確很多人沒有在遵守 所以... 呃... 我們想到的東西是一個 universal的polymorphism 意思是... 我要一個程式就代表所有map 那所有map的行為都一模一樣 我今天就算定一個新的data type 我馬上就可以有一個map 給它用 而且它的行為跟我想像的一模一樣 那...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funter loss也只是外部性質而已 所以我每次... 每次定義呢 這個... 要嘛寫的人要檢查 那沒有人檢查可能就會出一些錯 那... 結果沒有人要負責 目前我們知道 很多data type都感覺有個map 也感覺 所以我們可以感覺它有filter 也可以感覺它有fold 那寫程式 雖然是很講感覺的 但我們還是要... 把它... 想辦法把它正式的寫下來 OK 好... 這就是進入主題了 我們想要用一個方法表示所有data type OK 定義... 我們要有一個方法表示所有... 不能說所有 理想上 我們要想要有一個方法表示所有有map的data type 但實際上我們不能... 我們其實沒有方法找出所有沒有data type 我們只能先畫一個圈圈說我們來看這些data type有沒有map 然後我們想要把這個圈越滑越大 最後我們用一個表示法說 只要用這個方法可以變成data type 就一定有map OK 然後再來是... 在這個表示法上有沒有定義generic function的方法 就是我只要定義一次方法選就好了 那接下來呢... 呃... 會進入一個這個奇怪的領域喔 應該很快... 要是我講太多 應該大家就要跑走了 我們先... 就... 就大家輕鬆看就好了 一個gadt是什麼呢? 我們會發現它... 每個東西其實都是... 呃... 呃... 我今天沒有講到嗎? 它只會拿... 這邊只會有四種勾動方法 這個mono是用來表示一個constructor用的 什麼意思呢? 這個mono假設是empty set 就代表我什麼都不拿 live 這裡的live跟neo就是標準的什麼都不拿 因為它最後回... 這個type是回傳嘛 它回傳 所以它其實什麼都沒有拿 就會是... 它的type就會是tree了 好 那... 呃... 1跟i 分別是... 呃... 這個叫什麼? A是叫element 就是... 我現在這個... tree of a 正在用的這個type 這個a 這個polymorphic type i是... 現在我在被定義的type 自己 所以這個constructor... 所以這個constructor... 像list裡面 呃... 它的第一個constructor 就是empty 就是empty set 第二個constructor 用這個表示法表示 就是一個e跟一個i 好 那... 這邊mono是constructor poly就是... list of constructor list of constructor 就是... hasco的datatype 所以這是一個... 幾乎能涵蓋 GADT的一個表示法 好 有了這個表示法之後 就可以做 data type generic programming了 因為我只要把所有東西 data type 都轉成這個表示法 就好了嘛 然後我在這個表示法上面 做一些有的沒的事情 那接下來就是可以跳過的部分了 因為這個是實際上的 這個一個叫 generic SOP 的library 會用的表示法 那它叫sons of products 所以我太多東西要解釋了 所以我就不解釋了 那... 可以看一下 這個npns 其實就是我剛剛寫的那個mono 跟poly 然後... 可是有很多... 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type 像是這個fc 一個font啊 然後說什麼 要用type family啊 然後type family instance 然後... 假設... 假設... 這個expression 我先寫一個data type 叫這個espr 假設這是我現在寫的data type 我希望它... 我希望拿到它的generic表示法 呃... 那我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就要寫一個... 呃... 這個library 定義了一個叫做generic的type class 我要做的事情 我要寫一個這個generic type class 的instance 定義在這邊 OK 一個generic type class 意思是說 這個type有兩個function 一個是from 一個是to 我可以把它變成 generic的representation 然後... 我也可以... 呃... 我可以把它... 對... 我可以把它變成... 這個是from 從data type變成representation 然後還有一個是to 就可以把它變回來 我可以把一個representation 變回這個type 要是你寫下這兩個data type 那接著就可以用它來寫... 呃... 呃... 就可以用它來寫... 就可以用它來寫... 呃... 呃... 雖然我是說 如果你先寫下來 就可以用它來寫generic function 但實際上發生的事情是... 寫這個library的人 已經先幫你把generic function寫好了 所以這是一個function framing的優勢 就是你在寫 function的時候 你不需要管 是不是真的有存在 這個某個generic instance 我在寫的時候 這個library寫的時候 是說 呃... 假設我現在有一個generic instance 我現在對它寫大於generic function 所以用這個library的人 只要定義好 它的data type是instance of generics 那它馬上就可以拿到generic functions 好 所以簡單來講 一個generic function 呃... 要怎麼定義一個generic function呢 就是用剛剛的from跟to 還有一大堆rependentation上的操作 那實際上呢 發生的是非常可怕 OK 這是什麼 這是generic的json function tojson跟fromjson 意思是 大部分的hasco data type 假設你可以定義剛剛的generic instance 其實也可以 因為hasco hasco data type 其實呢 並不是一個非常 呃... 其實很豐富了 但它還是有限制 那總之 能用hasco data type 定義的東西 幾乎都有那個generic instance 就是 然後你在... 如果你有寫過的話 有些人的code裡面會寫 deriving generic 那就是在把這個generic instance derive 出來 那只要有這個generic instance 也就是大部分的data type 都會有tojson 跟fromjson 這樣的兩個方式 所以你用generic library 你寫下一個data type 馬上就可以拿到 把它轉成json 跟從json 轉成data type 轉成這個data type的兩個方式 我們只看type就好 這個g tojson的type 最後先不管這一大堆求 最後 這個value 就是json value的意思 所以 我只要寫的時候 剛剛這個expression 我定義了 我想要說 它 可以被轉成 它有一個tojson function 那我到處都是很簡單 我只要把g tojson 放進去 就結束了 所以gtojson 就是一個可以放在任何 任何符合這堆東西的data type 的 tojson instance 的地方 ok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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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非常可怕 我剛剛舉的例子是map 那map 就更複雜了一點點 因為tojson 只要作用在一個普通的data type就好 可是 map要作用在 是 一個type constructor 就是 我們 直接看它的type 好了 這是generate map ok 最後 一樣是拿符合這段條件 你就可以知道一個a to b to fa to fb 這樣的東西 那這裡限制的東西是f 然後f 是一個 像是list of a的list 或是tree of a的tree 它不是一個單純的type 它是一個type constructor 所以 這就是我剛剛為什麼要講ky 因為 就會有type of type的問題 好 講這麼多 大家會說 哇 這也太難了吧 誰想寫這個東西啊 所以 就算你不會dgp 那 沒關係嘛 就是 我會寫generate的instance 我只要 我現在寫任何data type 我只要會寫那個generate instance 或是我只要會用 ada內建的derivinggeneric 那 它馬上就會有這堆instance可以用 就是我馬上知道它有eq啊 我可以對它做比對 然後equality的比對 我可以 有show 我可以把它轉的string 然後有lens lens比較複雜 那 我可以有tojson 和fromjson等等 那就算你不會寫這個instance 你可以用它寫好library裡面的instance 它也有附一些instance給你 所以常用的type都有 所以你 什麼list list也有啊 tuple也有啊 所以 呃 不見得 假設你沒有很 要一直定答對自己的data type的話 那也很好用 就算你不會用它的library 那也起碼知道 我剛剛這樣講之後 會知道說 這個每個data type都有一個map 那你就算要重新手寫 你也大概知道這個重新手寫的感覺是什麼 希望啦 好 所以這是dgp的 呃 一個小總結 就是有一個能表示很多type的表示法 那很多不代表是全部 但是只要是很 只要是有一個完整的表示法 我就再想一個機制 呃 把這個native data 轉成generate表示法 那剛剛用的是from跟to 但是我們其實也可以用什麼 用meta programming meta programming呢 就可以 呃 呃 這個是我 這是我 之前的研究內容 就是 我是坐在egda上面 egda是一個dependent type的語言 那用meta programming 再搭配data type generative programming 你就可以產生native function 所以你的genery function的定義不會長那麼可怕 ok 但有好有壞啦 先不要看好了 就是剛剛我看到一大堆genery function的定義 一個genery function根本看不懂裡面在寫什麼 可是如果你可以產 對於每個 data type都產生一個native function 例如 呃 剛看到tree可以產生map tree list可以產生map list 那這樣子就可以 呃 呃 呃 這個起碼code是看得懂的 當然也有壞處 就是 你的程式碼就重複了 好 所以這就是最後一點小總結 呃 這個總結就是說 呃 我大概講一下 就是說 有些程式語言 會說他們有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設計 可是其實 呃 我沒有要說程式語言不好啦 但就是 沒有很functional programming 因為 因為為什麼 假設今天很多語言常常會做的事情是 我對於每個 假設是OOP語言好了 他會說 我對於很多物件 我都定義了一個 呃 或是對於很多class 我都定義了一個 method 叫map 那每個class的map之間有關係嗎 其實 看不出來 我就是每個都定一個 所以我不能只用map寫程式 我一定要用某個東西的map寫程式 OK 這聽起來有點懸 但是 大致上就是這樣 所以像我舉個例子 這是 這是ruster 那ruster的trade 可能有用過 那trade跟typeclass 是因為長很像 所以我就拿來比 一件事 就是ruster的fmap 是用trade 方特表示嗎 不是 因為trade其實寫不出方特 那 方特是一個性質 不是一個 結構 方特這個性質是 某一個type to type的東西 得性質 所以 list 是type to type list 哪一個a 會得到 list of a 這樣的type tree of a 是type to type 哪一個a會得到 tree of a 那所以方特是一個 這樣子的東西的性質 所以 你如果要 在這個語言裡面 可以寫出 可以寫出 一坨 你可以定義一個性質 叫做方特 那你才有 才有做到方特的polymorphism 所以沒有higher candidate type 這個higher candidate type 其實就是有kind的意思 那 沒有辦法 表示這樣子的東西的話 其實是很難表達 方特性質的 那 如果你在往上疊 例如方向往上疊 有這個 bifunter 或是 另一個方向疊 也可以說 monet 那他們也都是 type to type 或是更複雜的 type contractor的性質 那 這個抽象的話 就會變得很 很難表達 所以 呃 看來是沒有時間 補充太多東西了 那 我今天想要分享的 大概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 然後 現在是有一點休息時間 所以 呃 有人要問問題的話 可以現在問 有嗎 請問 問一個跟這個比較美觀的 就是 你是怎麼樣從 學習哲學到 對程式感興趣 好 這個我以為大家 我會認真看那個 沒有 答案是 沒有為什麼 我本來就喜歡 本來就會寫程式 然後 指揮系有 邏輯課 邏輯課有一點點關係 但是也就 僅止於此而已 好 呃 那是語言設計者要想的是 但 最簡單的做法就是 它其實可以做到跟 呃 你可以想像這個 這個 trait那邊是一個 Type 這邊放的就不是一個 Type的名字 而是一個 Type constructor的名字 可是 呃 這是第一個問題 是 Hasco的Type class設計 在那邊 你可以放kind 可是它預設是沒有的 所以大家寫的時候會很困惑 就是 我今天在訂一個 某東西 是某東西的Type class 例如我寫Type class monad 或s 然後m 這時候m的kind 是甚麼 呃 你可以explicit的把它寫出來 這樣才看得比較懂 可是 這 Russer好了 我很懷疑他有辦法在這邊 設計在這邊寫type 因為他的type就不是這樣標的 就是你要在這邊能標出那個東西的 trade 你現在定義的trade的type是 就是 star to star type to type 之類的 那 就算定義得出來 那它在下面的function是怎麼表示 是另一件事 所以它整個type system都要更複雜 才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呃 呃 對 呃 如果你一直疊疊疊的話 你可以像scalar其實是做得出來的 scalar 的語法 我就沒有很喜歡 但是起碼它做得出來 呃 好 還有問題嗎 可以再一個問題 好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就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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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說 是的 很棒 甚麼時候 這是接下來嗎 我記得是接下來 是不是 是20分吧 所以我只有五分鐘 你可以拖一點點,沒關係 我在想說有沒有可能 比如說,麥克風能夠用這個嗎? 可以,都可以啊 好,那然後 就是 我想要做到這上面 然後也許這個翻掉 這樣我才不會用它 然後我可以做這些東西 但是,但這個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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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行不行 好,我試試看 這樣子講話 是可能的嗎? 先去上市 就行 但是,你選吧 我要去參與 我需要分享 可以請進去 還有錢 我要自由 可以請進去 成功 人 對 那 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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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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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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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感谢观看 这样子 两个 感谢观看 这看 不是说 然后呢 不是总可以 感谢观看 想说 他看 我这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我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听到咱们 我想請問,依老師的經驗,通常會將程式看作數學? 喂? 是 喂? 喂? 有聽到的樣子 程式的哪些部分不像數學? 呃... 其實要看說你講的數學是什麼意思呢?我現在的習慣,我現在習慣的思考都已經是被訓練成這樣子了,所以我會這樣子去想它,我會把程式想成數學,但我覺得這可以從幾個層次去回答,一個是說當我們在寫這些東西的時候,比如寫top down是什麼,button up是什麼的時候啊,其實他們都只有這個式子本身並沒有談到效果 所以說他們都只是寒數,然後其實我們證明寒數相等,可是其實並沒有談說這個東西有比這個快喔,並沒有說到這件事,那通常那個對於效率的分析會需要另外來做,那所以,呃... 但其實分析效率其實也是數學啦,所以可以,我覺得可以這樣講的是說,那個就是,呃...我們在做這些reasoning的時候,我們常常是把寒數相等這個事情,先去建立它,然後之後呢,再去談效率的事,所以其實我...導致說我們會需要習慣一個事情就是說,其實不要太去...一開始太著急效率這件事,不然的話很多很多中間的演算你都不敢做,這是一個...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層面的回答是說,我在做這些計算的時候啊,對...其實我剛剛沒有講到說,那個... 做這些計算的時候,好像我會把它想成說,欸,其實我為什麼要把它變成它呢?其實好像都是有在觀察那個式子 所以其實我沒有在想這個程式怎麼執行這件事,我只有在想著說,我要把這個式子變成這個式子,那中間怎麼轉,這個是好像...這個是很數學的思考 那這次我也覺得是說,在教這類東西的人,他會比較強調說,呃,這就是把程式想成數學的好處,因為我可以暫時忘記程式怎麼run這件事,程式意思是什麼 我只是在談,我好像只是在談這個分配率,然後我只是要把一個式子變成一個式子,然後我在觀察說,我要把它變成它的時候,要搬哪些項才能夠做到這件事 那麼,那這個給我另外一個工具,讓我能夠,呃,比較抽象地思考,這個程式可以怎麼做出來 那,所以我會好像裝得說,我好像沒有在想說,這個程式實際上是怎麼run 但其實,那個,呃,這都是很順利的情況 那真正我在那個想,真正我在想我怎麼把它變過來的時候,當我卡住的時候,我還是會去想說,我還是會開始去畫 開始去那個,去丟資料進來runrun看,然後開始去把它當成程式來run,然後最後抓到一些直覺之後呢,然後我再開始回來做數學運算 所以說,那時候,有些時候,當我做運算卡住的時候,我會需要再把這些數學師回頭來想成說,他們其實真的是程式喔 所以,這裡面到底真正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那這樣子來給我一些提示說,所以我可以怎麼樣去處理它 那這個是,這兩種view有時候是要這樣子切換的 那就不知道這樣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好,謝謝你 這個麥克風真的沒聲音耶 我下一場就有隔一段時間 對啊,對啊,你可以一下我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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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這個是我的 這是我的 這是我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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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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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接上來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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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 好 要怎麼 我知道 怎麼跟大家說 你不是ID 就Danny就好了 好 喂 好 那 下一場是 由Danny 來講 Closure Conversion 是一個比較技術的議題 那大家來 幫大家掌聲歡迎一下Danny吧 哈囉 我是Danny 那 今天來講這個壁包轉換 是因為 雖然說函數式語言裡面有很多議題 就是或者說整個 程式語言的角度來看 那 那我會覺得說 Functional的 對我來說 最核心的還是 函數可以被當成值這件事情 那 呃 有這麼一個 事情的話 就可以寫出像這樣的函數 也就是說 呃 我們 呃 第一個 macaddler這個函數 它會回傳一個函數 這件事 那裡面的函數就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它用到了外面的變數 那 這個變數要怎麼拿到呢 就 呃 從C語言的角度來看 就 我們直接 寫成C語言的版本 我們就會意識到說 噢 其實我們不知道這個N是從哪裡來的 然後 這不單純只是一個 呃 就是說 今天就算我們把它變成說 呃 嗯 就是 我們可以在裡面宣告一個函式 那 這邊的N是什麼呢 那 讓我們假設它是 它在函數裡面的Stake的位置 那 我們會發現說 macaddler一return 這個N的位置就已經沒有東西了 所以 這樣子 就是還是不行 那我們再來都會想到說 有什麼東西可能活得比Stake好久 那 比如說 GrobalVariable 所以 我們這邊 macaddler會去 set這個GrobalVariable 然後 addler會再去 引用它 那這 乍一看之下 就是簡單的情況是對 但是 一旦我們 變換了順序 就會意識到一個問題 就是 GrobalVariable只有一個 可是我們可能想要 mac很多addler 那 那 這是因為它 就只有一個 所以 你可以認為說 這是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儲存它的環境 就只有N1 那 所以 再來我們就會想到說 除了Stake 然後 除了GrobalVariable 那還可以增長 然後又生命周期是由我們自己控制的位置 就只有Heap 所以 一般來說 一個Crojure在 C語言這樣的model裡面 可能會寫成這樣子 那 這個Expression是因為 就是 我們也不確定我們的語言到底需要什麼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展示 就是不一樣的各種encoding的方式 那它呼叫的時候就變成 就是要把FunctionPointer取出來 然後 額外加上它本來自己含帶著的environment 那這邊FunctionPointer沒有做轉型 所以它其實也是假的程式嘛這樣 那再來就是 談到說 它的變換的內容是怎麼做的 那 它首先是 就是 我們用JavaScript來看 就是 MacAdder 它這個韓式 它會首先去問自己的body說 free variable有什麼 那什麼叫做自由變數 就是free variable呢 那就是說 那就是說 在這個韓式的參數的位置的時候呢 它就發現說 M是自己的參數 所以它也被排除掉 所以在這邊 這個綠色的括號裡面 就是唯一的自由變數 就是橘色框框起來的這個部分 那到MacAdder本身呢 它就會發現說 已經沒有任何自由變數了 所以 在轉換的時候 你要在韓式的整個syntax後面 就是參數列表插入一個叫environment的參數 然後 因為我們這邊用 JavaScript的array編碼 所以它就是直接去參考 就是它在environment裡面 我們預先講好要放的位置 那 自由變數的部分 就被提取到這個closure的第二個部分 所以我們這個closure 就是一個簡單的 一個array 那 就 為了簡化我們 轉換韓式呼叫的部分 所以就算沒有自由變數 我們也做了closure的轉換 那結果就會像 類似像這樣 所以這段JavaScript的程式碼 是可以運作的 那今天的目標是 JavaScript的這段程式碼 可以對應到右邊的scheme的call 那這其實只是一個類似scheme的語言 那也不完全scheme 然後 整個mac editor大概會長這樣子 然後 因為我們會 然後再來是 函數呼叫的部分 那它就是把 函數 然後括號 參數的寫法 變成 引數的寫法 變成說是 括號 函數 這是lisp的風格 然後 這mac editor會有一個 縮寫的形式 長這樣子 它可能會叫 define procedure form 之類的 那所以最後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編譯的目標 所以現在就是寫程式 然後轉過來 那 一開始 我們會有一個 primitive 那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可以定義說一些 語言 我們可以定義一個語言 然後 symbol就是 用來表示變數 我們會有 我們也會有 number 就是數字 跟primitive 是這些 這些 特殊的變數 這樣 然後 expression 裡面可以定義一些東西 然後我們 最重要的是 這是第一個語言 所以叫l0 我們可以定義另一個語言 叫l1 然後它會擴展它 然後之後 我們把剛剛講的 define procedure form 拿掉 所以它就會是 像javascript的話 就會長得像這樣子 那我們就把這個common拿開 那 我先寫一下 所以它的轉換就會長這樣 那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這邊用兩個中括號來表示 就是繼續套用transformation 就是這個t 那它在nanopass這個框架裡面 就只需要再加一個括號就好 那它自己是 說這個功能叫catamorphism 雖然有點奇怪 那我們可以繼續 按照這個想法 我們就繼續擴展l1 然後我們把它變l2 那我們這次要做的事情是 我們把 呃 body包起來 就是我們把它從 呃 可以有多個body 變成只有一個body 那它用到的會是 呃 begin 這個形式 所以這邊有 預先把begin的web寫起來 那所以它 做的事情就蠻容易的 它就只是說跳脫 然後web 起來 那這邊可以執行一下 就可能就會看到說 喔 就是 它已經有一些轉換的結果 那我們先把這東西拉到旁邊 那再來是 呃 我們要按照剛剛講的方法 去找出 就是一個expression裡面的自由變數有哪些 那 這個case可以先拿掉 我們可以先看 呃 一個primitive一定不是 所以它 的回傳的 回報的一定是空的 那一個自然 一個數字也不是 所以它也回報一個空的 那如果是變數的話 我們就把它 就是 就回傳出去 那它應該還會 就是開始講說 有哪些東西是缺失的 那這邊 呃 我們首先會想要 就是 移除掉 set to list 就是這些 然後 是從 8-10的free variables裡面移除 然後 1應該會有很多嘛 所以我們會 map free variables 然後 1上去 那 最後再把它 就是 丟進同一個list 然後 我們用 apply set to union 就可以把它全部都組合在一起了 那它再來會說 那它再來會說 呃 少了lambda form 所以 呃 這時候 我們可以把 這一段直接接過來就好 因為它是一樣的東西 那再來會 呃 它再來爆的是 沒有begin 所以我們就把 begin拿出來處理 呃 那 這一段呢 就會是 一樣是apply 然後 oh sorry set to union 就是把集合 就是 接在一起 那 這邊會用 map 把free variables 就是繼續套上去 那我們可能會用append 把 多個body 跟 可能在後面的body 連在一起 呃 然後再來是 define 那 它就是 把 單純的把e丟出去 那 這是因為其實我們沒有用到define 那 再來是 最後應該是 函數呼叫的形式 那 它應該會跟這個 沒有什麼差別 只是說 它這裡會變成 接 這個而已 那它到這邊 free variables 就完成了 那再來是 我們需要用到它的地方 那就是說 那就是說 我們的 那麼 需要多一個 參數 它會叫做 environment 然後我們會把它包裝在一個 結構 一個 list 一個 pair裡面 那第二個 pair 會是一個 vector 然後 它應該會是 把free variables 拿出來 那這邊還沒有定義 所以它的 它的 它的 檢查方式就是把 函數體丟進去 溫 那 body 還沒有做處理 它其實是需要把裡面的自由變數換掉 我先 就是 如果 到這 欸 等一下 線路 欸 我寫一下 我寫了什麼東西 sure subscribe subscribe body oh sorry 所以 這一寫法 所以 這兩端 那它現在應該會 產出一些程式 那它這邊 你可以看到說 Lamada裡面的 加nm還是 還是 加nm 那我們會想要把body裡面進行 就是 這些free variables 替換掉 那它的寫法就是 body 然後跟free variables free variables 那 nanopax會去找說 任何是屬於free variables的變數 那就是通過這個gal的完成 那這時候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改成 就是 reference到 environment 然後這時候應該會想要算說 它到底在 這個free variables裡面 就是x的位置在哪裡 那這時候再轉換 應該就會看到說 它已經n變成vectorreef了 那再來就是 呼叫的部分 那primitive的情況當然是 我們就是直接 原封不動的丟回去 所以它就不會被碰到 那expression的部分 簡單來想的話 我們可能會認為說 我們先把care 拿出來 然後我們再拿cdre 然後再把參數 就是丟出來 那這 乍看之下是對的 但是你會發現說 我們把這邊放大 這一段程式碼 跟這一段程式碼 是重複的 那在agr求職的語言裡面 這件事情就很嚴重 所以我們實際上 是會bill一個let 然後讓它是一個closure 然後把函數的部分 就是先丟過去 那這樣子的轉換結果 就是就如預期了 那這 這只是就是 這只是把free variables 拿掉而已 所以我們可能會更好奇的是說 我們要怎麼讓 我們要怎麼讓它就是 我們怎麼證明它 它真的可以編譯到c語言的模型呢 那這邊就是 我先跑一下clean一下 然後run 那這邊就是可以看到 我們run了compileRkt 然後它會dump到lvm 然後它編譯之後 它的答案是如預期的 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打開 就是compileRkt 那 它這邊的做法還蠻簡單 就是第一個是 我們所有的lambda 都就是改成lambda leaf 這一個形式 那這做的事情就是說 給它一個臨時的名稱 那這臨時的名稱 這邊是runtime的部分 所以可以 就是先簡單跳過去 那 compileLambda就是下一步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先做closure conversion 就是從剛剛prepare拿過來的函式 然後 再做leave 再做compileLambda 然後最後才把整個expression 丟進去min function 那回到 就是compileLambda 它就是 它剛那個leave的name 就會變成我們用來在llvm裡面 add function的名字 然後 我們build 就是 我們這邊都是llvm常見的 操作而已 那再來就是 呃 我們會有一個環境 用來追蹤我們的變數 那我們會先把 我們這個環境先填滿 我們lambda裡面的參數 然後就開始build它唯一的body內容 然後 然後原封不動的把這lambdaleave回傳回去 那 這樣子做的話呢 我們 呃 這邊compile的時候 就是 呃 那最後就是 到 就是build整個expression 了嘛 那就會掉用到這個compileWave 然後這個compileWave 它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拿到一個 呃 就是環境 那這邊可以看到它其實也是回傳 就是 呃 一個 一個函數 就是它自己也是一個corder 然後 它 這邊第一個case很簡單 就是 如果它是變數 那就是直接從 呃 環境裡面去拿出來 那如果它是一個 呃 它是一個 Number的話 我們是只處理integer 所以我們就把它compile成integer 那Primitive的情況就是 你可以看到說 它就有加減乘除 那這邊 這邊加用folder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 呃 就算這裡面寫說 加1nm好了 那它 就是 它 就是 它 它 就是 可以接受的形式 那 除了這之外 就是 conc car cdr 然後 到 vector 其實都是rongtime特別準備好的情況 那我們會把所有東西都塞進去integer 所以等一下會看到 那這邊 假設它 是一個普通的函數虎角呢 它就會直接假設說 呃 然後 我們會把它轉回 就是 從integer 強制轉回成pointer 然後 就呼叫它 呃 然後 如果 是 begin 就多個的話 那它就是 套用 就繼續套用compile expression而已 那define的話 它會去更新environment 然後 lambda leaf的情況就是 剛剛用到的地方就在這裡 就是我們這邊就可以從剛剛add進去的function裡面 用get name function把那個 lambda拿回來 所以我們剛剛就是compile lambda的時候 會把整個form都原封不動的傳回來 就只是為了這件事 然後 呃 let的話 就是它就有一個自己內部的 更新的環境 然後 剩下來的情況就是我們 假定不會遇到 那它的 就是 用這 就是 這一段程式嘛 就是可以看到 因為 LVN原則上就只是一個 不那麼標準的C語言 那我們就可以證明說 只要我們把free variable真的從韓式裡面移除 然後轉換成另一個等價的形式之後 我們就可以確定說 我們可以把它編譯到 就是 C語言這樣的model 那當然它其實沒有怎麼考慮到效率的部分 所以這可能也 就是這不是 確實不是最好的壓縮的形式 然後我也沒有做 就是動態的型別檢查 所以 那回到這邊的話 就是 那這是我的 Github 然後 就是 如果有人去找 Costcap 的2022 應該就可以看得到整段程式嘛 大概就是這樣 有 那 有沒有人有什麼問題嗎 現場開放提問 有嗎 有嗎 Slide有問題嗎 雖然應該沒有 你剛剛沒有 我沒有放Slide 好,沒有的話...有嗎?沒有的話...怎麼了? 為什麼? 講解一下說,如果summarize一下的話,你先做的事情是說 我們在Record裡面,我們假設一個沒有closure這個東西的一個語言 所以說其實你現在是要把有closure的語言把它compile成那一個... 對對對,如果目標是沒有closure的情況之下 因此你這邊用到的Record功能有什麼呢? 似乎說你能夠把program當成text 然後你可以去算一個程式的free variable 然後最後...但是我應該要問一下 就是說當我現在有了一個要被轉換的Record程式 那其實它是先被轉換成一個比較簡單的Record程式 然後再被compile成LVM嗎? 這邊的情況其實是...這是NanoPass裡面的一個language 那這個language,它在... 我走錯地方了嗎? 等一下,我先執行一下 等一下,我找到了 在這裡,就是我們可以為一個語言define一個passer 那它會預設生產一個為X expression準備的passer 所以它這個macro就是內部做的事情就是這個 可以說它definepasser是在做什麼嗎? 就是它definepasser是根據我們上面這邊 就是language裡面的定義 那...就是可以看到說... 就是... 就是...它是根據這個定義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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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設的entry叫做expression 所以我們沒有寫entry expression 然後它會從這個entry進去之後 然後... 就是生成一個... 就是... 因為它是X表達式嘛 所以它其實只需要對它內部的一些性質 就是...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primitive就是我們額外丟給它的 那... Number其實... 就是從... 也是從Record出來 就是問說這個東西是不是一個number 那symbol就是問說這東西是不是一個symbol 所以你可以額外加一些你... 你自己判斷說是什麼的東西 變成你的語言的terminals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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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謝謝Danny 掌聲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Ryle 謝謝 íren David 小明 fora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日は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本日は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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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